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算下来了 再不下来 天界真的要吃了我了 哎 小鱼 你的嘴怎么破了 可能我不小心咬到的吧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管了 一会儿啊 让造型事给你遮一遮 咱们出发 唐叔莫原著 个人改编现代单媒广播剧 加入豪门的影帝 第二期 欢迎收听 那么还有记者有提问吗 这位 沈先生 您在十七岁时就获得了金球奖最佳新人奖 本来是星途坦荡 却突然之间一夜消失 请问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吗 啊 这位记者 有电影无关的问题我们不回答 沈先生 前阵子我听说一件事 七年前金球奖的评委之一段飞是您父亲的朋友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您十七岁时获得的那个新人奖是否明不属实 您敢不敢承认七年前您获得的那个新人奖有黑幕 卧槽 什么意思啊 金球奖有假 不可能吧 我看过那部电影 沈荣语在里面演得挺好的呀 说实话 我早就觉得沈荣语在那部电影里演技太稚嫩了 你们粉丝还觉得我故意黑他 果然之将有黑幕 沈先生 您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心虚 您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代表七年前的金球奖有黑幕 那么试问您这次的奥卡斯奖是否和七年前一样 这位记者 请你出去 看来你们心中有鬼啊 赵尔卡斯果然有黑幕 那么请问您为了得到最佳男主角做了哪些钱规则 卧槽 我不幸赌不上他压的嘴 直播呢 软禁你 这位记者 还要干什么 要证明回答这个问题了吗 你们想要卡斯有黑幕吗 这可是全球最权威的奖 郑主缘回应了吗 坐等 这位记者 请问您从事娱乐记者行业多少年了 三年 哦 才三年啊 虽然我入行时间不长 可我是有职业素养的 你笑什么 你不要拆开话题 你敢不敢证明回答我 七年前你 职业素养 七年前 七位小姐 七年前金秋奖的评审流程以及评审方式 您花几分钟的时间认真地搜索一下 就能知道我那新人奖有没有黑幕了 连这短短的几分钟都不愿意用 就过来高喊几句混淆视听 乱带节奏 诬陷他人 原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职业素养 你 你才会小时听 不要跟我说其他的 你只要证明回答我 有没有黑幕 这位姑娘 沈先生已经证明回答你了呀 你要善意搜索吗 七年前的金球奖采用的是评委打分制度 但光这些还不够 最后还要加上全国三百六十所高校学生的投票 而且当年大学生的投票可都是实名制的 还有啊 段飞的确是评委 不过不是七年前那届金球奖 而是第二年的评委 你真的有认真查过资料吗 虽然我们是娱乐记者 可也是记者 记者就要追求真相 研究事实 可不是你这样没搞清楚状况就乱说的呀 对啊对啊 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就是 有这种为了夺眼球不管不顾的人 才败坏了我们整个行业 这种谣言我本来不应该理会的 就像其他人一样 把你这种故意来捣乱的人插出去 可如果我不适当地掐断源头 这种不经合适的报道被传出去之后 到时候谣言四起 我可以不在意 但我的影迷却会为了我和那些污蔑我的人争论 他们会因为这些谣言而伤心 我不想喜欢我的人伤心 所以 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任何记者会上了 好做的好就应该这样 这种害的文秘鱼记被人唾骂的老鼠屎 就应该这样对待 让他们以后没有名人可以采访 没错没错 奥卡斯讲从来没有黑幕 这记者的质疑太匪夷所思了 什么匪夷所思 根本就是想趁机污蔑沈荣语 试问一下 要是沈荣语不解释 是不是要被泼一身脏水 这记者太恶毒了 没错 这记者是哪家媒体的 希望沈荣语连这家媒体一起拉黑 那个记者我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在导观 等我查出来了 看我不 沈先生 请等一等 沈先生 我是苹果娱乐的记者 很抱歉打扰到您 但我必须向您解释一下 刚才那个导论的女记者 不是我们苹果娱乐的 刚才那个女记者 带的可是你们苹果娱乐的工作证啊 你说不是就不是了 实话跟您说 今天这个群房 原本是我的 可是早上出门时车追尾了 我从车上下来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的功夫 副驾驶放的包就不见了 我的记者证入场证全在那个包里 所以我一定要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一定是有人故意来破坏这次寻访 但绝对不是我们苹果娱乐 好 还希望您能谅解 嗯 我知道了 您 您相信 我相信 谢谢您相信我 不过 我希望您能把怎么追的尾 东西怎么被偷 详细地说一下 这样吧 我要赶时间 您跟我的助理讲一下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整个过程 想想细细告诉您的助理 嗯 麻烦了 别让我知道今天是谁在算计我们 要不然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哎呀 田姐啊 小弟以后啊 就靠你照着了 虽然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被影响 可今天来捣乱的人 显然不惜一架新闻拨眼球 让我身败名裂 我刚回国 并没有认识多少圈内的人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什么真正算得上的竞争对手 那 还有谁这么仇俗我 巴不得我早日翻车呢 好 荣语哥 我唱的主题曲今天发布了 我听过了 很棒 荣语哥 我请你吃饭吧 我还没谢谢你推荐我唱中文版的主题曲呢 我今晚还有其他行事吗 嗯 没有了 好 那晚上八点 节兰会所见 好 荣语哥 这边 哎 表哥你过来啊 沈先生 左先生 这 什么情况 怀东是我表弟 我们好久没见了 荣语哥 你不介意带上我表哥一起吃饭吧 当然不介意 我在节兰会所 这是顾家谁的产业 小月 你在给谁发短信呢 啊 没谁 走吧 哟 我说这是谁呢 原来是沈大营帝啊 沈营帝好疯狂啊 你们看 穿得一盆正脚 刚才笑的那叫一个阳光灿烂 这去国外度了金回来的人 就是不一样啊 咱们的小鱼也换然一些 新的 跟个新人一样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沈营帝从小就和我等凡人不一样 没心有没肺 当然能笑的这么开心 重新做人了 可怜了这儿 中炉 你们够了 坐兵将 这有你什么事 想不到 你现在竟然混成了沈荣语的走狗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现在 来来来 打 使劲打 朝这打 你打一下 看看你们今天还能不能走出这里的门 你别以为我真不敢 向阳 你 我操 老子三万一瓶的红酒 迅章 向阳你等等我们 喂 这么着急走干嘛 咱们好歹也重逢一场 沈荣语 你不陪哥几个喝一杯 不够意思吧 忠子 差不多就行了啊 别没完没了的 你 总将 老子不想和你动手 那正好 我也不想和你动手 看在曾经十几年的关系 咱彼此放过行吗 哼 可以 但我只要他一句话 一个交代 什么话 什么交代啊 很简单 只要他进去对着顾衡 重重磕三个小头 再发誓从明天起 立刻退出娱乐圈 从此以后再不踏进国门一步 小爷我 从此以后 必定和沈荣语 紧水不犯河水 诶 钟罗 你竟然不是个傻子吧 小鱼已经和顾真结婚了 不留在这里 留在国外 你这话的意思是 也要顾真滚到国外 诶 你这话敢对顾三少说一遍吗 顾三少是哪颗丛 我会怕他 沈荣语 你就是说行不行吗 我说不行呢 那你就别怪我们在联络八大媒体封杀你 原来当年我被封杀 真的是你们干的 是又怎么样 这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代价 是 如果这七年里的每一天 活得甚不如死不算代价的话 什么 钟罗 我已经为我错误的判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你 总有一天 也会因为你今天错误的判断 付出你的代价 你信不信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有些事 单听一面之词 也许并不是真相 什么意思 没什么 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全都做不到 我不可能离开 也不可能退出娱乐圈 不但如此 我还要在这里 在你们每个人面前 活得潇洒自在 活得快乐 是荣誉 你他妈还要不要脸 你知不知道你害死的是谁 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好 你他妈 钟先生 如果荣誉在你这里受到一丁点伤害 你猜我会不会饶了你 爸爸 是这里 是这里 嗯 你进去看看 是 钟子 你父亲最近好吗 顾叔叔 您这一来就问候我爸 我怎么感觉不太妙呢 小钟啊 你的预感恐怕是真的 老板 嗯 嗯 这里 什么 谢谢 这次是你帮我 不过有一点 顾 爸爸能过来 我倒是没有预料到 爸爸这任顾班守旧 是绝对不会允许顾家的产业有任何污点 在顾家 在顾家 能打压住顾衡 除了奶奶 就是爸爸 顾衡从小就怕他 只要爸爸亲自出面 顾衡肯定会元气大伤 从小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找顾衡的把柄 一年前 我查到顾衡公司里的账目不对劲 根据那些线索 查到顾衡在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交易 只是一直没有抓的证据 顾衡这人十分聪明 每次交易的地点都不一样 有人来还能快速地毁食灭迹 今天多亏了你 不过你放心 顾衡这次就算伤不了根本 但他做出这种事 爸爸一定问问来源 挖出萝卜带出泥有他好受的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有事去看看吗 不了 我们回家吧 好 回家 阿衡 阿衡 你怎么了 我爸断我财路 怎么会这样 顾叔叔怎么会发现 都是顾衡 是他 哼 我就知道 他和沈荣雨结婚了之后 要针对我们 想不到沈荣雨还挺会给人吹枕边风 我看用不了多久 顾衡 顾正就会知道当年顾知名是怎么 住嘴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提 连说都不要再说出口 你忘记三年前的教训了吗 好 我不说 我再也不说了 这交易不能断 看来以后只能转地下了 而且河中那边我必须要给个交代 河中这人十分不好说话 万一热闹了他 他不跟我合作 我记得那个河中好像很喜欢你 哪有 一热闹 看来这次需要你帮我了 荣雨 明天你代言的高车品牌全球官宣了 瑞士某手表代言也找上来了 还有啊化妆品香水汽车 明天开始我们要忙起来了 过几天 能够我空出来几天的时间吗 当然可以啊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当工作机器打 不过 有件事情 你自己的微博是不是要自己打理 你看看你家粉丝都哭成什么样了 嗯 好久不见啊 好帅啊 我男生这个角度真他妈的帅死了 我男生复活了 怎么样 现在他们不哭了吧 服我 过几天 你要去哪里啊 你不是知道吗 那边一直没有找到 我得去看看 你看 出来了 他是什么 你真要去啊 不然呢 那个地方 恐怕只有我能找到 可是 那东西能不能找到令人说 你不怕顾家吗 不怕顾恒之道 有什么好怕的 那我陪你去 不用了 我自己去 沈先生 您来了 还是没有找到吗 我们已经出海两次了 一无所获 沈先生 我们是按照您提供的 经纬度搜索的 并且扩大了 您看 您是不是把经纬度记错了 不可能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这片海域并不深 而且海底将对来说 比较平淡 是 也正是因为这样 搜索沉船的难度 不会太大 可是 沈先生 我说句 不好听的 已经过去七年了 说不定 那艘快艇 早就被海浪卷走了 不会 我之前找专家研究过这片海域 这七年里 并没有发生任何强烈的暴雨海啸 顾家当年买下这片海岛 也是仔细研究过周边气候的 可要是如此 您给的经纬度那么精确 我们应该很容易就找到沉船吧 当年顾恒是开着游艇 撞翻我们的快艇 那么那艘快艇 必定会留下很严重的撞痕 只要找到那艘沉入海底的快艇 专家就能根据上面留下的痕迹 分析出这艘快艇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反转 那当年顾恒和沈艺瑶的谎言 就会不攻自破 想不到那艘快艇 竟然成了唯一能指证顾恒的物证 这次加大人力 再搜索一次 好吧 沈先生 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 我没事 沈先生 你这是晕船了吧 快去里面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你不用挂我 可是你 我没 沈 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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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快醒醒 沈先生 你这是滴血糖吧 你这一路上没休息 没吃饭就直接上了船 你这样可怎么行啊 几点了 下午六点了 我们现在在返航 什么 沈先生 您别着急 我们有进展了 有进展了 你们找到了 我们在海底捡到一块怀表 表杆上刻着三个字 那个 沈先生 这怀表 在海底被海水腐蚀的挺严重 是他的 我自作主张 清洗一下 是他的 还有呢 那艘船呢 有没有 没有 我知道了 对了 沈先生 在您晕倒的期间 顾先生来了 谁 顾正顾先生 他怎么过来了 他坐另一艘船过来的 中途上了我们的船 那时候 你正好晕倒了 还是顾先生 把你抱起来的 对了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拿些吃的 我不想吃 你放旁边吧 还有多久靠岸 我想今夜就离开 顾正 你怎么样了 好多了 我有点晕船 你的脸色 看上去不太好 嗯 下了船 可能就会好一点 这是他的 什么 你手里的东西 是他的 这里面刻着他的名字 我只找到了这个东西 船不见 顾正 你能不能帮我 从孤河那里 找找那只船 我怀疑 是他把船捞走了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顾之明 并不希望你为他做这些 无论他喜不喜我 我都必须这么做 这是我欠他的 你欠他的 沈如雨 你是觉得 他的死是你造成的 顾之明死的那年 正是顾恒和他内斗到极致话的一年 顾恒表面看上去和顾之明很融洽 但私下已经动过好几次手脚了 所以当年顾恒是想要顾之明的命 是顾之明连来了你 这些 你怎么知道 想要跟顾恒斗 就必须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这些 都是我几年前调查出来的 不 这是其中之一 顾恒这个人心胸狭隘 十分多疑 当年我偷听到他和沈亿药的几句话 他怀疑我知道了全部 所以才偷下杀手 一个顾之明 可能他下手时还会犹豫 可再加上一个我 想了你也知道 他当年对我失虚情假意 和我在一起也是因为想要得到沈家的支持 不管他是想杀我 还是想杀顾之明 以他的性格 只有两个人都死了 他才会松口气 可是不管是哪种原因 当年要不是我开走那次快艇 他也不会 他会好好地活着 还做他温润优雅的顾家大少爷 你没见过他不知道 他这个人非常非常好 对谁的温润优雅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了解到的顾之明 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也许他一直以来 只是压抑着自己内心的黑暗 并不像你所说的阳光温润 你会不会失望 你为什么这样说 我是说如果 你也知道 侯门家族为了争夺家产勾心斗角 互相算计的不在少数 他就算不想这么做 可身边有顾恒这么一个 一心想取代他上位 还在暗中使绊子的地理 况且 他的身体并不好 很多事情无法去做 也要顾及顾家的颜面 大多时候 恐怕是在处处忍让 可真要忍让时间一长 就会在心底埋下阴暗的种子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但这也是是假设 顾之明已经不在了 既然他只把阳光的一面 带给我 我想象中的他 就是阳光的 温柔的 我不想随意地去猜测他 我先出去看看船到哪里了 你休息一下吧 顾先生 那只怀表 沈先生没有起 你做得很好 顾先生 我们快要到了 您是今晚就要离开吗 嗯 我今晚的他离开 腐败 奢侈 娇奢侈 早知道顾真也过来 我何不蹭个飞机 自己巴巴的飞的一夜又坐了一天的船 累死了 你跑得可真快 我本来想和你一起过来 谁知道我打你电话时 你已经关机了 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 怕你忙 就去给你发了个短信 沈荣语 你相信我吗 什么 我希望你相信我 希望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可以想到我是你的 同盟 所以 不管任何事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帮助你 他这是怪我没喊他一起来 还是 心急想快点找到 治痕顾痕的物证呢 好 下次我一定叫你跟我一起 你 还要过来 不过来了 船已经不在了 船一定是被顾恒提前捞去了 不行 回去之后我得想办法 去他那里找找 我来找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有顾总出马 肯定能找到 我听说 从过来到现在 你都没有怎么吃东西 没事 我不饿 我 那个我 我 顾先生 沈先生 晚上好 我们为你们准备了 知识局松茸金沙龙虾 鹅干酱鲜辈 甜酒炖洋梨 罗曼宁康帝葡萄酒 不是饿了吗 怎么不吃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偶尽 Nav 你呀你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过去 还是以后会怎么看我 我都不会放过你了 哎 怎么样 船唠叨了吗 没 但也算有收获 至少我知道那船 现在在顾恒手里 什么肯定在他手里 除了我知道 知道那个地方的经纬度 就只有顾恒和沈一瑶了 而且当年那船是顾恒在开 沈一瑶未必会清楚 在顾恒那里呀 哎呀这就有点麻烦了 我要不要找先生打听一下 不用 我真会帮忙 哟哟 你有个忙啊 开车 怎 怎么了天洁 那个沈一瑶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又回来演女儿了 这电影不是过真投资的吗 喂 你要不要打电话 问问你老公怎么回事 不必了 不行 我要去跟导演说说 这女人作风不行 一大堆黑亮 不用 她既然想演 就让她演 放在我们眼前看着 才方便 是啊 放在眼前才方便 什么 你要回来了 太好了 我们就会见 沈荣语 你以为嫁到了顾家 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吗 你等着吧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哼 我靠 怎么这么多记者 这是私人酒会啊 是谁借了的方式啊 沈先生 我们能约您做一个采访吗 就五分钟 是啊 神隐帝 看在这么冷的天 我们等了这么久 让我们采访一下吧 就几分钟 你们想采访 有提前跟我约过吗 你们也是知道我们的规矩的 哪有不提前约好 就过来采访的 我们约了 可你拒绝了 要不然 我们也不能刻意堵在这里啊 你是天水娱乐的 我记得 你当时发来的采访出稿 问了一大堆私人问题吧 这种专门自态一人隐私的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各位辛苦了 我们荣誉要赶紧进去化妆了 今天真的没有时间了 各位要是真的想采访 下次提前跟我约吧 不要再这样堵人了 你两位好久不见啊 秦怀东 既然大家都认识了 我就不介绍了 怀东 走 咱们进去 哦 好 怀东 他是不是威胁你了 荣誉哥 他没有 那你 你别问了 荣誉 平江 卧槽 向阳 好久不见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酒会计点开始 你来这里 不是参加酒会的吗 什么 什么酒会啊 没事 走走走 我有事跟你商量 有什么事 一会儿在酒会上 也可以说啊 说 好吧好吧 我在那边过得很好 小月 怎么了 你们先等一下 他 他怎么 芷荣誉 你为什么还没有去死 芷荣 芷荣誉 一命还一命 你害死了他 你为什么没有去死 你为什么没有死 你把他还回来 你把他还回来 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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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这是你希望 怎么办怎么办呀 这顾芷荣风起来 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啊 小鱼又总是让着他 哎不行 得找人拦着他们呀 找谁呢 找谁呢 哎对了 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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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开 一路上你闯多少红灯了 闭嘴 下车 沈芷荣誉 一命还一命 你害死了我哥哥 你今晚就把命还给他吧 你真的想一命还一命 怎么 你怕了 沈芷荣誉 你也有怕的时候 穿什么 还变了 我不要你的衣服 恶心 你让我恶心 亏我以前那么喜欢你 我现在还不能死 我就知道你不敢 说说吧 为什么不能死 一命还一命 这不是曾经你教过我的吗 怎么现在变成你自己 就不敢了呢 芷荣 我以后会向你解释 但不是现在 解释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我哥哥的死 是我二哥和易瑶姐造成的 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怎么知道 易瑶姐说 你会编个理由 为自己解脱 没想到还真的是 沈芷荣誉 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易瑶姐说你回来之后 正是自己现在厉害了 就拿这种借口威胁她 沈芷荣誉 她可是你姐姐 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可她从小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她是这么对你说的 你该死 芷荣誉宾 你该死 你给我去死 你现在就去 我今晚知道你要来 你已经就会这么着 可今天 一定要你给更个偿命 芷荣 你起来 你跟我起来 你自己往海里躲 别让我动手 阿玥 住手 哥哥 阿玥这个名字也是你叫的 站住 我看她之前的战还没有算完 海边冷 回家吧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你算哪个错 你给我站住 你大小姐拿进后衣服 送她回家 是 我妈只要命 我不是 我心里只要做 你不准才 不准我 你准备 我 我记得要 都很照顾 我 知道了 我 可是我 找你 我 我 快点 少爷 热水我已经放好了 谢谢你 暖回地儿了吧 荣誉 进 少爷 这是退烧药 好了 你出去吧 荣誉 荣誉 醒醒 把药吃了 睡吧 董sed nova 过了 怎么了 你 你别走 你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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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别走 我不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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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水 谢谢 几点了 凌晨一点 已经这么晚了吗 不行 我得去当公司 说好就会结束之后 还有一个剧本要开的 不用去了 你睡了一天一夜 我已经给你请了假 我睡了这么久了 对了 志愿呢 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她没事 没事就好 她推你 为什么不反抗 我真荣语 可从来不会对女人动手 再说了 她可是顾志明的亲妹妹 我难舍她 我教你个办法 下次她再这样 你只要 她就不敢了 真的吗 真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奶奶告诉我的 再说了 她也是我妹妹 我没见她之前 也应该多了解一下 可是 你为什么叫她阿月 阿月 怎么了 我觉得阿月这个名字 很好听 是好听 但是以后你不要再叫她阿月了 这个名字她听了 恐怕会不高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个 我还是得去趟公司 突然想起来 今天有一个行程 很早就要出发 我送你 不了 我 我自己去就好了 路上慢点 嗯 对了 过几天 家里会为枝月 办一个商务酒会 你要是不想去 没事 我去 好 沈少爷 你病好了呀 好了 多谢你的照顾 哪用得着谢我呀 这一天一夜呀 全是少爷在照顾你 过车 是啊 没想到 没想到少爷这么冷的人 这么会疼人 什么都自己动手 亲自给你洗澡 喂药 喝水 你发烧啊 烧得迷迷糊糊的寒冷 少爷就抱着你安慰 那个 冯姨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你病好了 早啊 哎 你到底太早了吧 睡了一天一夜 早就不困了 进 沈先生 这是顾总让我送来的 他说你走得急没吃饭 这是他连夜让人做的 麻烦你替我说声谢谢 是 那我先走了沈先生 嗯 我看看东西什么呀 生煎包 煎小黄鱼 青菜 再看看下面啊 哇 鸡汤哎 顾总是不是以为你在做月子呀 别废话 想吃你都吃了 我可不敢吃啊 没听刚才那人说吗 顾总亲自找人做的 行啊 哎 跟我说了昨天 不 是前天晚上 发生了些什么呀 那天晚上 就是他 什么 顾知悦是不是真的疯了 他 他怎么这么相信 沈亿瑶的话 那毕竟是他亲哥哥 知悦从小除了奶奶 就只听知名哥的话 他的死对知悦来说 打击太打 那 你准备怎么办 要不告诉他真相 让他自己去判断 他现在恨我恨到想让我死 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 算了 随他去吧 我以后尽量躲开他就行了 唉 那你可多注意点吧 这丫头疯起来 不是人 那个人就是贺忠 他跟顾恒的关系 非比寻常 很有可能 顾恒上次的那些深夜 就是贺忠介绍的 他既然出身军事实家 但人却掌外了 你可要小心点 我知道 唉 那不是肖童吗 我未来的小舅子呀 唉 我得去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啊 小语先走了 见死忘忧 什么小舅子 有家妹妹都不搭理你 你在哪儿 贺花园 是谁 只要你让我得到人 看来他们没有发现我 得到人 他们在说谁 果然是你 哼 暴躁的小野猫 滚 气象这么大 你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是你吗 自从你回来 我第一次见到你之后 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你 对 就是你现在这副样子 又冷又烟 在我身下 怎么 以前你不是说 迫不及待想成为我的人吗 你嫁给他不幸福吧 怎么样 他不行吧 你还是听我的 乖乖来我身边 我保证会让你快乐 这你可就算了吧 我还是告诉你吧 我老公他厉害得不得了 每晚雄风阵阵 金枪不倒 我们一干就是一整晚 快活得不得了 对了 我之前听你包养过的人吐槽 说你每晚最多也就两次 我看你啊 还是回炉重造吧 走吧 无趣 原来 你喜欢金枪不倒的干衣吧呀 别胡说 没有你在的夜里 闭上眼睛 悲伤已占据 灵魂徘徊在原地 无处归去 只想要逃避 麻木地放弃自己 当作商品 交换夜里 只剩躯客 快要窒息 身边依旧没有你 孤单的房间 曾经的照片 仍在怀念 你没出现 这篇故事里 如果没有你 一切毫无意义 烙印在记忆里 难以忘记 爱在眼前 梦中的你 遥不可及 消失在原点 当我睁开双眼 那一瞬间 这是幻觉 灯火下是你的脸 或许只是错觉 不知又如何恍惚 如何感谢 让梦境重现 曾经只能去怀念 曾经只能去怀念 但是现在 你就在眼前 请问是新的诗篇 心脏相提 笑着将爱意 交双之间 只要有你 隐喻都能成今天 曾经的房间 现在的照片 无需怀念 你在身边 这篇故事里 如果没有你 一切毫无意义 烙印在记忆里 老旧相片 重新上演 你的拥抱 你的眉眼 和你的一切 当我睁开双眼 那一瞬间 这是幻念 终于过去告别 再次与你 再次与你 烙印在记忆里 老旧相片 重新上演 你的拥抱 你的拥抱 你的双眼 和你的一切 当我睁开双眼 那一瞬间 像是换成 我睁开双眼 终于过去 告别 再次与你 相见 当我下是你的脸 虽然不是 所缺事里 所缺 感谢观看